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助點贊、訂閱和分享 未來這兩段小段會講一些輕鬆的話題 但輕鬆裡面也帶點沉重 之前應該是八宗罪的節目 應該是輕輕鬆鬆八宗罪 就有講到 保馬Mini 不派雪糕給唐人 就被人說歧視唐人那件事 當時我說了 其實這些是很小事 不是什麼真的歧視 不過當然有些人就說 不,他們真的在歧視我們 一定是歧視 不要緊,你有這樣的觀點沒有問題 你覺得別人歧視你 這不是什麼問題 有些人留言指責 你這個混蛋 又幫保馬洗白 老實實,我真的沒有必要幫保馬洗白 其實我不想這件事發酵 為什麼我不想這件事發酵呢 就是因為 其實她在當時派雪糕那兩位小姐 我是知道一定會發生一件事 她一定會被人妄捕 如果事情持續發酵呢 那兩個姐姐一定會被人起底 現在在國內也出現了這個情況 她就說她們 就是那兩個姐姐 就是歧視中國人 就是看到外國人 就像蛤巴狗一樣 你說保馬公司 她派雪糕這個行為 就是 究竟是 安排得好不好 我認為她的安排當然不好 這個我首先要說回來 但是 其實這件事是很小事 從來這些 我都要說回來 從來這些 在前線派雪的活動 派雪的那個人的權力是很大的 他是可以決定 他派不派給你 如果 別人不派給你 你是不是真的要出聲跟別人說 說你歧視我呢 這件事 是沒有必要小事發大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有些人說 你舉個例子 就是說我在韓國見到一個例子 我講了其中一個例子 在韓國有另一個例子 就是 他見我不是本地人 他也不派東西給我 有些東西他不派 為什麼不派呢 因為你也不是潛在的客戶 那為什麼狗眼看人低呢 其實你自己可以去試一下 老實說 mini store 世界各地都有 我們這裡也有mini store 我很肯定說一件事 就是 我走進去 如果我不是有些行頭走進去的話 別人也不會理會我 現在 那些人說這件事 就牽涉到民族尊嚴 那些東西 派一杯雪糕就牽涉到民族尊嚴 那杯雪糕三十幾元而已 即是 現在說幾十元的東西 就牽涉到民族尊嚴 你的民族尊嚴 是不是三十幾元這麼便宜 即是 這些東西 一說到這些牽涉到民族尊嚴 我就立刻笑出來 真的太荒謬了 太荒謬了 為什麼說太荒謬 就是 你們那些人 我就是買寶馬的 還有些人留言 我就是買寶馬 我也覺得他歧視 如果你覺得他歧視 你就賣了你的寶馬 是不是 真的很簡單 竟然不是的 做法就是要煽動其他人去討厭寶馬 或者是討厭mini 這樣 這些是什麼道理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這些人好像不講道理一樣 現在是 真的不講道理 強勝說 上海車展 反而看到豐田車座真的向下走 前景很灰 我就說一句實話 你少擔心 豐田 少擔心豐田 現在豐田的車 他們是怎麼賣的 我們這裡就看到他們是怎麼賣的 現貨車要加錢提車 到現在也是這樣 你要換新車 要現貨的 立刻要加錢提車 如果你可以等 九個月 等九個月的話 我就可以便宜一點給你 就是 他飆出來的價錢賣給你 什麼 訂了車都可以沒有車 現在豐田是這麼困難的 你說他走下坡 他改變了他的經營模式 我只能說 一定有人繼續買豐田的車 我老實跟你說 還要買豐田的車的人 很多人都很有錢 你不要以為豐田真的會走下坡 我告訴你不會的 短時間之內不會 就是說 之後我不敢說 其實 有幾樣東西 你用車 用得來車的人 其實就知道一件事 現在 那些什麼 電動車那些 根本呢 就是插電那些 一般人 是不太受落的 說真的 其實在美國的市場 舉個例子 美國市場 三分二的人 是完全不會考慮 買電動車的 是完全不會考慮的 其實是 為什麼那些人會買豐田 其實 買了一輛豐田回來 他只是用的 其實就是 為什麼會買豐田呢 其實用車很簡單 我就借這位說一下 用車 其實那些人的想法就是 有部分的人 尤其是在社會上 有些地位有些錢的人 他們是怎樣的呢 他們不用擺款出來 有些人有錢 他們用車 最重要是實際 我有個朋友之前 都是駕駛病士 不過駕駛到一套電影 不駕駛 他很有錢 結果買了一輛豐田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 其實 很有錢的人 現在 在這個環境 他們 不需要告訴別人 是很有錢的 結果就是買一輛豐田 你真的催不住 強勢說 豐田應該在大陸 持幾乎 我告訴你 你也不用怕 不用幫豐田擔憂 其實 在國內現實的情況 就是 有部分的人 當然會吹捧國內的 電動車品牌 以及會吹捧國內的 運能車品牌 那國產品牌可以不可以 我認為是可以的 但是 我們要說回 國內很多人都認為 國產品牌不行 你說現在的趨勢正在改變 是正在改變 但是 要很長時間 才能夠改變 你去搭滴滴 你就會知道 我舉個例子 搭滴滴 你跟滴滴滴的滴滴友說話 通常 駕滴滴的人都是駕合資車的 很少駕國產車的 你自己去看看 在北京的經驗也是 基本上每一次駕滴滴 都是 這個 合資車來的 就算叫什麼 神州 租車還是什麼 忘記了那個 不是 手氣約車 不是神州 神州也是 其實沒有什麼 人會用國產車的 國產品牌沒有什麼 你說我不是 疫情這幾年改變了 我不知道 但是 對上一次我回國內 是19年 就是19年的時候 我跟滴滴 那些有談的 跟的士司機有談的 為什麼不是國產品牌呢 其實國產品牌 到現在 在消費者的心目中 都是覺得不行的 不是說笑的 真的 如果你覺得我在這裡 吹水亂說的 我就告訴你不是 現在也要多謝 IV聰你的支持 喏 那麼 Jackman就說 你不說我不知道 原來經常被化妝品歧視我 走過門口 不派試用妝給我 其實是這樣的 他不是潛在客戶 他就不派給你 其實 你說我為什麼派給西人 他一定是 一早已經預定了派的目標 他們怎麼做是他的事 你不會說別人不派一杯雪糕給你 就是 影響到中國人的民族尊嚴 這個是荒謬到極點 哈哈 是荒謬到極點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說滴滴全部都是一氣傳奇 那我不知道 因為我之前去北京 那些人不是開國產車的 主要不是開國產車 大部分都是合資車 即是國內叫合資車 但是是國產車 但是不是國家品牌 那麼 鹽村連續幸壽郎的話 在F1也沒有國產品牌 那麼F1當然沒有 即是連豐田也搞不定F1 其實就是 F1是 即是這個 一級方程式 連豐田也搞不定 豐田也沒有玩 到最後是 哈哈 Ester Wong又說 很多人口罩外國實際崇洋 所以 不買國產好貨 這個是現實的問題 真是現實問題 我都說過 帶一隻海鷗出來 別人說你 按狗狗帶海鷗 這樣 即是 我們也沒有所謂 即是 我們接觸主要是 洋人客戶 也沒有所謂 即是這些問題不大 即是 駕駛國產的皮卡車也沒有所謂 也不是什麼問題 但是 如果你主要的客戶是唐人的話 我們要講清楚 即是在外國的生活 主要客戶是唐人的話 你駕駛的車 就一定不可以是 即是國產品牌的 為什麼 是國人帶頭歧視 國產品牌 這個我也要講一下 就是 沒有辦法的 這是根深替古的概念來的 即是 國產海鷗標 我覺得很厲害 即是 二十一轉 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不是 即是 國內來的人 很多人都覺得 這些東西是 次等貨 哈哈哈哈 是次等貨 Cathus Child說自己貪小便宜 就承認了 為什麼要扯上國家 專業不知所謂 是啊 是不知所謂 其實有些人是非常不知所謂 我也是駕駛保馬的 他真是歧視 如果你真的這麼討厭保馬 你就賣了保馬 這麼討厭Mini 就賣了Mini 瓜瓜就說 你以為 買豐田本田 多有面子的朋友 即是 在內地開 給阿滴 被你 撈開一部死人 給什麼滴牛什麼 哈哈哈哈 其實 國內 是這樣的 他們 始終是對國產品牌 都是有歧視的 我也要說 其實 這是 社會本身的問題 你說要多久才可以 搞好 我告訴你 很久 有些人就說 外國品牌 在國內很傲慢 其實不是 這個我也要說 就是 你在內地賣車 你就知道 我有朋友 某間公司 在國內 就賣 這個 某間海外品牌的車 他在那裡做 那麼 那個品牌 是很難做的 就是 為什麼很難做呢 那 原因就是 那個稅其實很重 國內 國內如果是整車入口的話 就是在外面 車進去 去買 稅收一點都不低 所以 要進一部車進去國內 賣到 又要 真的 賣到又要比較 價錢有競爭力 那些配置就要 減很多 要有中國特色的配置 某些車就是這樣 為什麼在外國 不是啊 引擎也大很多 為什麼在國內變成2000cc 那麼差 有些人是這樣罵的 在外國這麼便宜 為什麼在中國這麼貴 這個和稅收是有關係的 是 國家的稅收政策 是扶持 合資車和 國產車的 你說合資車 為什麼要這麼貴 坐在這裡賺錢 賺這麼多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 但是回來 最初那些技術 你也是 嚴格來說 就是要他們的技術 自己就沒有那個技術 這些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那麼你現在的技術 是不是跟合資車 拍得住 我認為是OK的 但是 國內的消費者 不是這樣看的 其實那個現實是 這個是現實來的 那麼 Novia Momo 說 電動九成都是國產 那麼 這個是事實 但是 不是人人都肯用電動車 就是我跟大家說 那個現實就是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結果他買了一部豐田的 就是Hybrid 那麼他買的時候 是很便宜的 當然他是有錢人 有錢人有時候買東西都可以特別便宜 就是有錢人很厲害 那麼他為什麼會買一部豐田 為什麼不買一部特斯拉 有錢人應該可以買一部特斯拉 然後他說 我不喜歡充電這麼麻煩 你一充電就幾十分鐘 如果充電充電 五分鐘可以充爆 那我就買充電車 五分鐘充爆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 現在人的要求是這樣的 其實你說那個續航力多遠 其實人們都不太介意 說真的 汽油車 有些汽油車的續航力 根本可能只有幾百公里 只有三四百公里 但是優點就是 可以隨時 有個油站 就可以繼續續航 即是五分鐘之後 打爆油再續航 即是 現實就是這樣 我就說這件事給大家聽 現實就是 沒錯 現在電池的技術不斷提升 軸的續航力不斷加強 但是 有些人的生活習慣 你真的沒有辦法用到電動車 譬如 星期六天 喜歡跟小孩去 第二個浮遊玩 以前 我也有 星期六天 其實不是留在這裡 跟小孩去玩 不只是我兒子 跟兒子的朋友 帶他們去玩 去遠一點的地方玩 現在當然沒有 現在是他不展示我 應該這麼說 但是 如果你要做這些事情 你開一輛車去遠一點的地方 可能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其實來回 駕駛四個小時 來回四個小時 續航力就不夠了 其實現實來說 你中途要充電 但不是中途沒有充電的東西 根本是 怎麼搞 是不是 所以就是不會 是不是 Tank Cam就說 新聞說Mini這件事 股價急跌 反而輸10億杯雪糕 他是不是真的輸錢 他的股價跌 是不是真的輸錢 我就告訴你 不是 還有 我講句真話 其實我對國內的人 就是這樣 這些 只是顯示到一些 國內階級的矛盾 其實他們買 寶馬或者買Mini的人 有這些事情出現 他們一樣都是買寶馬和Mini的 不會說 我不買這件事 我講句真話 現在有些公司當然出來抽水 就說 我們公司的員工不再開寶馬 要買了車子 要換中華牌 那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 你是 給他買寶馬呢? 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買國產品牌呢? 如果你說要民族專員 民族自信的話 你應該一早就買民族品牌吧 對嗎? 你還跟我說 不是啊 我也是拿寶馬的 我都覺得他在歧視我 那 喂 別人歧視你是活該 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連自己的民族品牌 都不支持 對嗎?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就是 你 喂 有些事情 你實際上做了 你是有代價的 譬如我 戴一隻海鷗 或者戴華為手錶 用華為電話 是有代價的 別人當你是傻狗狗 是這樣的 但是 你不去用這些國產品牌 永遠都沒有辦法提升 你是要用它才會提升 對不對? 對不對? 哈哈哈哈 所以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有些事情 唉 你看到 他的股價跌 你等於他真的虧了錢嗎? 他當然不會 老實說 還有 國內又有一個現實問題 你根本沒有辦法 抵制到歐洲的品牌 在國內 事實上是 我告訴大家現實情況 網上聲勢浩大 結果就變成欺凌那兩個美女 很快變質 其實他們說 不是啊 不是寶馬 不是寶馬 騎士 是那兩個人的騎士 那麼 你到最後是不是搞自己人 拍雪糕的那兩個 是不是中國人來的? 又是搞自己人 還有打工 其實說真的 他們又不是那些 車毛 你要明白 他們是做活動的小姐 你看他的樣子 都不是特別漂亮的 我自己看到 其實那些 根本就是 在車展那裡 派一下那些人 結果就是搞那些人 我看到這些 很多時候就很生氣 結果 你們說 大品牌有問題 結果到最後 原來 糟糕的就是那兩個美女派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好不好笑 我看到就真的很好笑 還有 將一本雪糕提升到民族尊嚴 原來民族尊嚴 在你眼中只值38元 哈哈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 真的很慘 鄭德懷剛剛說 隨時是散工來的 我就很老實說 就是 散工其實 都有兩種 那兩個在Mini做的那兩個姐姐 就不是說 好像找老闆那些 就是強姓的 不是找老闆那些 待會我們會說一間 疑似找老闆的 疑似找老闆 因為 其實是不同的 就是 有些 女士是很有事業心的 就是很ambitious 就是他們 這些 沒錯 我也要說 女性有事業心是可以的 不過大家知道 代價是什麼 對不對 我先問孫子的老闆 公關公司請這兩個美女 真的 多虧她不少 肯定要賠不少錢給Mini 不用賠的 沒事的 我的看法就是 她提供一些人手 其實一早已經定了 就是那個目標 派些雪糕給什麼人 他們定了 內部定了 結果就找這兩個美女來背鍋 其實就 哈哈哈哈 唉 算了 我說到這裏 差不多了 其實 她不認識其實是很正常的 老實說 有時候我就不想這些發酵 但是我當然要被人罵 說我幫寶馬西伯 我幫寶馬西伯 有什麼意思 我都不喜歡寶馬 我其實經常都說 寶馬的車子 那些膠很容易爛 那些東西 我也不會買寶馬的 真是老實說 哈哈哈哈 有時候去看看就會 但是你說會不會買 我是不會買的 哈哈 哈哈哈哈 那說到這裏就算了 哈 就是 Daniel W說 聖牌的人都拍完 那些收曲當然不行 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已經有人說了 這些是 被指定的人群 哈哈哈哈 所以 你說被指定的人群 為什麼只是拍給西人 喂 喂 這個真的是 我到現在還是認為沒有問題的 西人是外邊來的 客人來的 自己人 不要一些雪糕 有沒有問題 我真的覺得一些問題都沒有 我到現在還是這樣說 哈哈哈哈 你派的人 我都要說 其實派東西的人 他應該有一定的權力 可以決定 他是派給誰 但是 當然 他們前線的人 他們當然是要把關 或者出事的時候 他們出事 但是 兩個是中國人 其實那兩個姐姐 你現在就說他崇洋媚愛 其實嚴家來說 我也認為不關他們兩個人的事 一早已經定了派發的對象 他們只是執行指示 他們那兩個小妹妹 唉 有些事情我看到就很生氣 沒辦法 強姓說 寶馬近十年都好像沒有新來言機引擎 那不是 其實他們 有不斷更新的 他們那些B-58 那些B-55那些 那些是不斷更新的 你說他們完全沒有更新 就不是 他們 就是 是有更好的 但是你說 會不會有一個大革新 其實就很少 其實就 可以改了一點 其實就 好了 講到這裡就算了 蕭飛亮就說 這件事令人覺得中國人是玻璃心 是啊 是有這個問題的 其實這個對民族諸嚴的傷害是重大的 我認為 以及那兩個妹妹 其實 說真的 我就覺得很痛心 你們那些人說是民族尊嚴 結果就找一個中國人欺負 原來是這樣的 你這樣可以體現到民族尊嚴 你吃招吧 對吧 哈哈哈哈 唉 那麼 Kimi就說 Promoter而已 上面說拍給他們是誰 現在好像大媽在人門口鬼叫 很肉酸 是這樣的 其實 你自己去香港的車錢都知道 你自己去 一個年輕人去問他給你一本catalog 他給不給你 那些銷售也不一定會給你 那些銷售也不一定會給你 那 DB3P121就說 舒猛南 今次有沒有反過 我沒有留意他 那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休息一會回來講其他話題 不是不是 我沒有留意他 那麼十分 就算是 這麼高的 更多的 那是 這樣 那是 可不可以 這 emotionally 那是 那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